環境保守規定履宿業者 二控二五年開始 不能主動提供一次用的履宿用品 環境就發揮多年 希望履宿與民眾可以作出發生的效應 已經枯反了後 再來入郵發展很好 觀光室統計 今年上半年住飯店的人 有三千八百百萬人住 如果是都使用一次用的履宿用品 會有很多本書 我覺得用習慣的不需要浪費 現在台灣有些飯店也沒有啦 那你自己要準備啊 所以你都很清楚這些喔 對啊 你要有資訊啊 去路線有民眾的自己準備 請坐的用品 不過也有人說 若是沒有帶到藥借來拿 其實現在部分的藥借 已經沒有主動提供 用一次就彈的藥借 還有藥借是完全沒有提供 其實大部分的客人是可以接受的 那在套房的裡面的話 其實相對的對我們來講的溝通的過程 其實就碰到了比較大的困難 被人握時寬佈的藥借 在這大部分來住的都是北包客 也只說大部分的藥借 是接受沒有提供用一次的用品 分辨觀光集團 機械運轉酒店是無所 兩年前開始也沒有提供用一次的用品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讓客人來搗手 六成罵我們 四成還比較支持我們 一年多前 九成在罵我們 只有一成是支持這樣子的做法 民眾的觀念來轉換 不簡單 也不過押著幾次 繼續來交通跟選黨 效果會出來 風也保護客人 為主來衝衣 無所謂去露行 希望二空二五年 全民實施進行為環頭來檢照 所謂 鎔鎔本首破壞環境 記者是新界明台報道